这家人中秋节团圆不起来 那看起来这个柯文哲 中秋假期要在台北看守所看月亮了 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现在金华城的进展到什么进度呢 是不是又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出现了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审庆金 也是很重要的被告 但是传出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积压在这个九天之内就两次就医 所以现在呢 律师递状 期盼能够聚保停压 北院证实在月券当中 那另外昨天这个被告加一 就是由证人转为被告的 前北市都发局黄锦茂 他是涉犯徒利罪 不过呢 人没有被羁压 是以500万元交保限制住境 但是呢 医生沈正南 这个有名的柯文哲大铁粉 他说 这样你做 摆明了北检就是这个应要官人 北检滥权 硬是要找出金流 那找不到 反正就随便抓个路人ABC 来这个定你这个徒利罪 把相关的人员 连承办的公务员 通通先一次抓起来 再慢慢的从他们身上找证据 来办柯文哲这样的感觉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也说了 从北检此举就可以知道 检连在金华城案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先射箭再画吧 认为说呢 头号目标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拉下柯文哲 所以他们根本也不在乎 这些黄锦茂这些人 重点不是要想办这些人 重点是要从他们身上 找证据 找说词 找供词 来办柯文哲 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柯文哲 可是发现柯文哲现在 似乎也始终停留在 大概就只有徒利罪可办 那所以很麻烦卡关 因为徒利罪不重 重的是收贿罪 所以现在无论如何 想尽办法 就是要让柯文哲 成立收贿罪的证据要找出来 好 对此 检调不公开 又再打脸一次了 因为三立新闻 又有一个独家的爆料 说取得了近期市议会 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会议记录 当时金华城正本 就直接丢下了 这个市长市陈勤荣基率 那市长柯文哲 也亲自接收到了讯息 然后就交办给都发局 那黄锦茂传出 他在这个会议当中 直接坦言 金华城属于重大争议 那最后是由市长签字同意 送都审会研议 也就是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 柯文哲从头到尾都知情 而且是亲签亲半这样的感觉 好 这是三立新闻声称 他们独家取得了会议记录 但是民卵议员陈又成就说 这个都是断章取义 这可能完整的不止这些谈话 但是可以把这四行截取出来 就是以偏概全 只让阅听者接受到部分的资讯 网友的看法也相当不一 有人说那很自然 当然下一步就是交办都发局 不然这个要到哪里审 又不是柯文哲一个人决定就定案的 亲签送审不就是一个正常程序吗 又要来误导民众吗 另外还有人说不然送哪里审呢 这同样的 我们把它这个整理出来 网友有一些比较偏向 这个柯文哲这边的认为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有什么好抓出来打的 那另外民众党则是说了 民进党中央在1月8号当天 就开记者会 称柯文哲图立金华城 很快的局系监委 立刻在1月16号提出了调查报告 和民进党中央前后呼应一致 那认定柯市府合与金华城 20%的荣基奖励 与法无据 好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认为民进党就是一气呵成 就是精心规划所有的步骤 直指要柯文哲下来 那就炮轰了 监察院太好用了吧 还可以拿来当成东肠养婴犬 律师刘伟廷则说 检方很有可能在两个月之内 先起诉柯文哲图立罪 那针对行贿收贿的部分 再慢慢的继续侦查 总而言之就是又回到了 柯文哲目前所有的证据 主要就是关键的金流对价关系 找不出来 你就是不能定他收贿罪 所以目前只能定掉 好像有勾上这个图立罪 但是图立罪不是各界想要的 或者说不是民进党想要的结果吗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只能关押两个月 最多只能再延长两个月 所以就先办投利罪收贿的部分 慢慢再拼凑证据吗 好 时事评论员县韩冰就认为 这样台湾的检调办案方式 还真的是怪怪的 因为照理来说应该是要 等到你搜集到一定足够的证据之后 才能够申请积压嘛 但是在柯文哲这件事情上头 你的做法是把人先给抓起来 再慢慢的找证据 认为这样实在很离谱 郑文蔡是一开始就找到金流了 所以才升压 然后柯文哲是现在 他已经被压十天了 到现在你还找不到金流 检查官再来讲 他正确的办案态度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我先尽量搜集证据 搜集到证据收集到七八成以上的时候 最后的那几个画龙点睛的东西 我在申请积压的方式 我怎么样把它整个串起来 而不是我手上根本是空的 我先把人压起来之后 再慢慢找证据 这是完全相反的方式 可是我们台湾的检察官 好像非常习惯用这一招 就是我只要怀疑你 我管你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先把你压起来再找证据 今天没有人想要去护航什么柯文哲 老实讲我讨厌柯文哲 讨厌的要命 我希望他被关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根本是个臭嘴 应该要被进去关 进去检讨一下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不能入人于罪 对 你要真凭实据 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办案 这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希望北检 现在人你也压了嘛 反正你有两个月的时间 赶快仔仔细细的去找金流吧 那我现在看北检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大概 已经慢慢知道 他很难从精华城岸 找出金流来 所以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你知道 他们在查木可的金流 人又回到木可 又去找端木镇 那其实也可以啦 你能够从木可找出金流 一枪毙命 让整个民众党瓦解 我觉得也OK 但是要有真凭实据 这是最重要 不要没有真凭实据 你天天借着媒体放话 搞得台湾真的很像个落后国家 民政党主席柯文哲 遭积压之后 也引爆了民众党 八席立委的怒火 陆续喊出 要来删减总统府 以及监察院的预算 尤其面对国会 即将迎来的预算会期 恐怕会更加促使 蓝白监督审查的力道 而且光是明年度 政府的文宣费 居然就暴增超过六成 势必成为在野监督焦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急要让党籍八位立委 磨刀霍霍 面对国会即将开议 也陆续呛喊要删减 总统府预算 看监察院预算 但民众党八位立委 若没跟国民党合作 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这会起蓝白 势必更加紧密 在总预算的审查上 大刀阔斧 除了目前带出列的三大人事案同意权 从NCC委员到大法官人选名单 蓝白阵营似乎都有为辞 不过主战场恐怕会落在总预算案 尤其看看民进党政府 中央媒体政策和宣传费 明年度预算竟然编列了近15亿 相比上一年度暴增5.9亿 增幅高达65.4% 就被质疑难道是准备 买网军大内宣攻击特定政党吗 加强政策宣导 防炸宣导 希望在野党可以支持政府 防炸的预算 不要扣上洋网军的帽子 难道是因为现在物价调涨 所以说连宣传费用也要涨 拿人民的钱来洗人民的脑 对虚胖的宣传费用 一毛都不应该花 蓝绿隔空互抢位开议先行点燃战火 但有人提醒国会的在野合作影响的 恐怕不止国内政局 还有台海稳定 从国会改革市县案到柯文哲安 朝野对立越演越烈 下一站预算会期已经朗烟似奇 接收到李建英台报道 柯文哲安延烧已经沦为媒体办案的氛围 而检方总算对连日来的报导 做出了部分的澄清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分析 这代表上头有人要检方赶快出来踩刹车 而根据北检声明 黄阳明则认为 这个小沈1500沈沁金可能是真的 我认为北检前一段时间是大放送 对啊 就什么都 你基本上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媒体都可以掌握得到 而且特定的媒体都可以去报导 可是这段时间他开始踩刹车 那一定是上面有指示了 意思就是什么 今天要办的人叫柯文哲啊 今天你乱搞的话可能会出事啊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或者说至少要出来踩刹车 那表示什么 这两件事情有说明 一个叫做柯文哲说什么 1500是时间不是金钱 然后他说要改期这个 这个有出来说明 那另外一个是冷钱包的部分有说明 好 有说明的部分 基本上 我觉得媒体也不用追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叫北检打枪啦 只是说 那前面那个1500小沈 那个讨论了一个礼拜 你现在只讲说那个 征讯的时候 柯文哲否认的这个部分不符事实 那表示真的有1500小沈 这个东西了嘛 如果今天比如说有个媒体是乱造谣 他连传都没有必要 他直接发一个声明 就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只需乌有 根本不需要传 所以现在目前确定有传的 比如说林川美啦 比如说好像三立的这个记者 有收到这个传讯的这个传票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因为我是看媒体报导的 那如果有就表示 他们所报导内容有一部分 跟他们侦查内容是符合的 才要被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你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